126. 新綱服務道布,自來水背後是一把辛酸淚 2015年7月22日X話題A05國產2D電影之最煎餅俠首日票房1.3億 奇跡逆襲花了十年在煎餅俠上映前,大鵬已經跑了三十多個城市做宣傳 其中在南牆機後環設了一個點,他預計要跑四十一個城市 不小城市是第一次有電影劇組到此宣傳,結果成為城內城市 之前的紀錄是吳京衛戰狼跑了二十四站,首映那一天 大鵬的飛機延誤十三小時,他在飛機場睡醒的時候 三十四個小時票房已超過兩億元、億集 沒有比他更能感受到的了,煎餅俠也遇到了黃學兵食毒的問題 不過黃學兵純粹客串,後來大鵬找了鮑貝以來頂替 對大鵬來說,最難過的是心理關 煎餅俠導演加男主角的大鵬,原名叫賈成鵬 他畢業於吉林大學建築學系,因為太喜歡唱歌走到北京北漂 結果被片光了淺,他看清事實後去守護娛樂做實習生 花兩年時間熬成娛樂記者,一路成為出鏡主持人 最後開拍屌仙男士網劇 如果把煎餅俠的幕後也拍成一部電影 第一個鏡頭應該是2013年的最後一天 滿眼視淚的大鵬快步走在三里團的國階天橋上 突然回頭對自己的經紀人說,我要拍電影 當時他邀請了柳岩拍屌仙男士第三季的最後一集 但柳岩困在另一個電影劇組裡出不來 拍視頻的怎麼跟拍電影的比呢? 屌仙男士的逆播 看上去大鵬是應該容易找到投資的 確實當時不少電影公司要投他拍電影 不過,2014年4月 廣電總局叫停了屌仙男士三 外界猜測是因內容涉及日本女優 這些投資商也紛紛打起了退堂股 就是這些不如意 讓大鵬咬著喉吵吵吵吵發誓 要拍高級的喜劇 絕對不為所的喜劇 他沒有拍屌仙男士大電影 而是展開了一個煎餅合的故事 煎餅合的故事更像是一場真人秀 因拍網劇屌仙男士而爆紅的大鵬 被一位肯有背景的投資商看上 不僅要請他到電影 還預付了千萬定金 可誰想 就要名利商修的大鵬 走後被粉絲狂吻 結果被曝光成強吻粉絲 一夜姦身敗命來 所有人都開始躲著大鵬 沒人合作 電影也拍不成了 熱定金已經花光 為了重新站起來 大鵬決定背水一戰 整部電影一路自黑到底 全片最大的彩蛋當熟片尾出現的 古惑仔四人組 包括鄭伊健、謝天華、 陳小春和林曉峰 為了達成所願 大鵬隻身前往香港 與四位藝人的經紀人見面 四人組就分開發展 吸大鵬的答覆都是其他三個來 我就來 後來最早答應下來的是謝天華 每一個細節都親手親力 全程都將是打雞血 可是我覺得 這不是什麼可以說的事 而因為這很悲壯 真正的大片是不會這魔幹的 只有盡我這種自己導演 自己主演 有閒功夫 一廂情願的年輕人 我有體力